先用以前的 要不然你們都忘光光了 所以我先講你們學得快有時候忘得快 總和多少 來看一下幾個 幾個總共幾個加起來 來畫五個位置 先畫位置 先畫位置啦 這五個是不是連續基數 有規則就是找中間層 個數就是總和 所以反回來 總和除以 個數 不就是又是中間 有規則找中間層個數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只是算回來啊 所以把總和除以個數就是 平均平均就是放 所以這裡多少 十九 十九 好十九放 總結 啊前面呢 亂講 七 七數咧 減二 十七 減二 加二 加二 收工 好 可是簡單你忘得快啊 你一開始看完題目你會想到這個嗎 對啊 我們東西不像學校 學校上一個單元 它就可以練好久 練好久 重複練 重複練 啊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有些東西隔一段時間你會忘快 好了嗎 到底會不會啦 十五 十七十九二一二三 我問你這 這是不是有規則 有規則 是不是找中間 十九十九乘個數五個 所以十九乘五 是不是就是九十五 那你現在是反回來 反回來 找中間 放回來 懂還是不懂 以前的題目還記不記得 記得齁 好 再來 用畫圖的 來 最小畫出來 最小 再來 拉多少出來 拉2還是拉1 拉2還是拉1 你怎麼知道拉2 對 對 所以拉2 再拉多少 再來 拉了還要再拉 拉了 再拉 下一個還要再拉 你就知道畫圖多麻煩了 來 第四個 好 好 喔 再拉喔 一直拉去就被修過 拉拉拉 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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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那麼多 吃越多拉越多 拉完沒啦 一加三四五 再來 來 九十五 來怎麼算 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對 十個 所以等於 減二十嘛 七十五 好 七十五 七十五是 幾份的 五 五 這一份 恭喜你了 十五 下一個 再來 十九 二一 二三 三 六公 哪一個快 當然這個比較快啦 總和出個數平均 平均放中間 中間就是平均 平均就是中間 中間就是平均 平均就是中間 所以記起來總和出個數算平均 平均放中間 會不會了 總和出個數就是平均 平均就是剛好中間 剛好中間 會齁 這是它的特殊現象 平均就是剛好中間 會不會啦 所以記起來總和出個數等於平均 平均就是剛好 總間 會不會了 會不會啦 會齁 好 真的懂 真的懂齁 真的懂齁 好 你看這邊 你們先 你看這邊啦 它比它多 它比它多 它比它 再來是不是又是加二 再來是不是又減了 啊所以 加二 減二 所以一個多二 一個少二 再來呢 又加二 那就多四啊 那你這裡又減二 少四了 你會發現它剛好是對稱的 它剛好是對稱的 多二 少二 再多二 再少二 聽懂 所以它是對稱的 懂不懂 啊你這邊多的 剛好就可以給這邊 少的 所以你看這邊 你多二拿走 拿走嘛 你少二我給你嘛 它給它啊 你多二我少二 聽得懂 剛好就是 你們剛好是一對的啦 啊所以我就 我就給你 所以看這邊了 你也變多少 來 它多二再多二 所以它比它多多少 你知道嗎 多四 所以四拿出來 啊你少四 我就給你 剛好也變 這邊 啊你們會發現 剛好就是什麼 平均 大家都變一樣 平均的 會不會了 啊所以記起來 中間就是什麼 沒有人會給它啦 這邊多的會給這邊 少的 多二就給少二 多四就給 少四 會不會了 會齁 剛好一對一對的 懂不懂 剛好你不用給 剛好你不用給人家 人家也不會給你 所以你剛好就是大家 最後一樣的 懂不懂 大家最後跟你一樣 所以你其實就是平均 懂不懂 所以總和處於個數 就是平均 剛好位置就是 不多也不少 所以卡在 中間 總和處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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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剛好 放中間 總和處個數 平均剛好 不會了 剛好你不多也不少啦 剛好放中間 會不會了 懂不懂 懂了齁 好下一題 自己來